大陆在IC 手机 化工等各方面都是兵家必争的红海战场 相较之下 研磨咖啡就是一片蓝海 在美国平均每人每年喝掉400杯咖啡 但是大陆才只有5杯左右 市场的空间充满了想象 台湾的咖啡馆打算要搭着31项政策优惠的便车登陆发展 而相较之下 大陆的本土品牌手笔就大许多了 一开头就投入了10亿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45亿 在一年之内要开出1000家的门市 甚至推出了各种的优惠促销 这次新巴克在大陆的最大劲敌 潮牌咖啡小蓝杯 大陆本土品牌大手笔请了大牌明星广告代言 一上市就以潮牌的姿态 在网路上爆红席卷 从此在小资心中奠定时髦印象 就网络上有听过这个牌子好像是那个是不是汤尾吧 明星加持 名气大开 门市更是铺亭盖地一年上千门市海量拓点 还同步开发官方APP针对会员推出各种促销补贴 短短时间烧掉10亿人民币 也就是45亿台币来开发新客群 我自己本身不是很爱喝咖啡 我朋友请我 好像第一次试买一送一是吧 这件挺好的呀 这么好卖大手笔 减价折扣买一送一 因为研磨咖啡在大陆是一片宽阔蓝海 美国平均一元一年要喝掉400杯 日本也有200杯 但大陆一年才喝5杯左右 后事大有可为 这种占比量来讲的话 但这个也就是我们市场潜在的一个发展的原因 因为这块的话有大量的人员 其实他还是没有去品尝到我们这块的咖啡 不只坐等客人上门 在门市里一杯一杯慢慢卷 还搭配成熟的外送服务 将咖啡送进办公大楼里 抢卷5X会议团购商机 大家一起的话肯定也会点 基本甜甜 就是大家一起 我要喝咖啡你喝不喝 然后大家就多喝了 将一杯被热腾的咖啡 透过外送的方式送到消费者手中 大陆业者正用一种新的消费模式 来抢供大陆咖啡市场 一年1100亿的规模大病 但就怕小白领心聪聪的下了单 送上门的就是凉掉的走位咖啡 不少门市舍弃百货商圈 直接开进办公大楼里 尽其所能贴近目标客群 很多企业都很欢迎 我们把咖啡开到他们的办公楼里面去 新华社今日头条 还有北京电视台里面 都有我们的门店 那到今年年底 其实我们的目标是实现每500米范围之内 就有一家瑞幸咖啡的门店 目前大陆的咖啡市场 以每年15%左右的幅度持续成长 不少创投资金也将目标锁定眼眸咖啡 海商也同样跃跃欲失 大陆的进步其实都蛮跳跃式的 可能一次就是跳20年 一次就接到我们现在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想抓住这块市场 我们就是以我们的微量烘焙技术 然后去走这一块比较精致化的一个路线 然后去用一个蓝海策略的方式切入大陆市场 海商资本不如入气雄后 选择避开收钱补贴战场 要以台湾用多少烘多少的少量新鲜烘焙方式 职工懂咖啡品咖啡的时尚分钟 豆子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越新鲜越好喝 那如果你烘焙一段时间之后 再来去做处理充足的话 那风味当然会有影响 那我们想要呈现的当然是最好烘 追求雄七从生豆开始不假他人自己挑豆 靠着火眼金睛挑出重铸歪果 直到果形完整大小一致 无论要生烘还是浅辈 时间口味通通可以精准掌握 大家对于咖啡的要求越来越高 那对于品质这部分也是越来越有讲究 那大家当然就是要精益穷精 红碗的豆子还可以玩混调 根据客人的喜好调配专属的客制化口味 又和便利超乡连锁咖啡店做出差异区格 牢牢黏住回头客 现在每个人都喜欢独一无二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可以为了你专属配出一只属于你的豆子 那对于客人的吸引力 当然相对会比较提升 搭配咖啡的餐食也不同于一般的面包轻食 在台湾端上桌的是超级跳动的牛肋条盖饭 试图以在地家常的滋味 创造更多来客进店的机会 大家的记忆点来说 咖啡厅就是以西式为主 很少会有以中式为主 为了跟目前的市场不太一样 所以也希望带给客人 有一点温暖的感觉 所以我们才会做一点 比较家常有妈妈的味道 甚至温馨的感觉 虽然是以牛肋条作为食材 但调理的基地很有台客妈妈的味道 葱姜 蒜头 米酒 酱油 都是妈妈卤肉卤蛋必备 料理的起手室也确实是为卤肉做准备 辛酸料大火爆香 牛肋条随之翻炒 提香定型之后 八角酱油下锅炖炉 以中菜馆子的热腾腾料理 对决一般咖啡馆的冷凉清食 它比较有温度是那种 驴饭比较吃得饱 然后比较中式一点 就是可能有点加的味道吧 一般咖啡店它用餐吃起来的感觉 会比较像是那种 就是中央厨房做的那种感觉 它吃起来的感觉 你会觉得它比较就是现做现价的那种感觉 会觉得比较 就是比较到味 中西混搭全新实验 果真打动了台客的味蕾 这一套成功方程式 也打算趁着大陆各城各市 推出对台优惠的当口复制到对岸 过去人拿到一些优惠 但是好事啊 因为有这项政策 你得到帮助 做吃起来方便 加速我们的发展速度 这当然是很OK的 台商露气各有发展策略 在引燃成型的大陆咖啡市场中 要提早插起餐饮咖